Ayo 聊世紀 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哥德仁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拉拉伯技術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藍方式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這一次改版 應該是上上次了 改版可以讓這個豬肉 還有這個野生動物的食物量 獲取的時間更長一點點 所以這邊總共有426 減掉這個自然消滅的肉量 大概還可以獲得 450肉至470肉之間 大約會補正一兩百肉 其實還蠻多的 這樣持續 應該沒到兩百啦 大概一百就是極限了 所以讓哥德前期的棒棒開啾 的壓力會再更小一點點 所以哥德仁 算是比較 適合打後期文明 這次加強是加強前期的部分 那哥德仁的玩法 是比較適合打步兵系的 那後期的步兵減免有35% 等於是六五折的概念 那哥德仁的寶兵 是遠防超級高的單位 但是很害怕近戰單位的傷害 例如這個劍兵勇士 還有一些騎士的傷害 哥德仁的哥德威隊 是滿法擋住的 所以還是需要靠擊兵 混搭一些劍兵勇士 跟哥德威隊做一個搭配組合 這就是我們人稱的三色布丁 但好像現在很少人會這樣講 那哥德仁的主要打法 在城堡時期應該是他 比較脆弱的時候 所以哥德仁在城堡時代的一個農法 只要邊打邊農 是比較考驗這個反應跟觀念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人是越南人 那越南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射箭場單位血量是會增加20% 那他這個馬攻騎兵呢 可以到92滴血 其實很多了 但最多血量加成的馬攻騎兵 是土耳其人 那可以到100滴血 所以越南人的後期的打法 比較偏下於搭配自己的騰甲公兵 戰毛兵還有這個大象 唯一個主力 那越南人的寶兵是騰甲公兵 騰甲公兵的話 比一般的奴兵攻擊力多加一點 而且遠防超級高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成 簡易攻的馬攻來看待 雖然沒有像馬攻跑這麼快 但是攻擊力非常高 而且射數也不差 所以我都會把他稱為移動城堡 這個屯甲公兵 一團走來走去 就跟城堡一樣痛 非常強 那越南人的這個打法呢 雖然是比較 怎麼說呢 有點中規中久 並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因為他沒有三級攻的關係 不管是你要打步兵還是刺猴 或者是騎兵 傷害都是會遜色一些些 所以玩起來只有攻兵系 會比較強 那大象的話就變成一個主坦的位置 那越南人這次改版中 有增加這個經濟科技 雖然已經原本就有不消耗木材的部分 但增加了100%的研發速度 所以讓他在前期的這個經濟 會再更好一點點 因為研發速度快 越早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資源就會大概多個十幾二十幾 或是五百 或一兩百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稍微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部分是黑牙 右邊有這個金礦 左邊有石頭 那下方也有金礦 那右邊有果子 那先看一下黑牙這邊好了 黑牙果子在前方 所以這邊哥德爾打棒棒開局 其實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那越南果子前期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那這邊果子有700多的肉 那應該可以吃到快要800吧 那金礦在右邊的話 都是比較難守的一個位置 因為這裡完全沒有木頭 而且都是一片廣闊的寮遠 大草原 那以地圖評分來說的話 可能只有二三十分 因為他左邊這邊也是超級難為 要為超級大的 那看一下哥德爾這邊 哥德爾這邊果子在前方 金礦在後方 就變成跟黑牙其實差不多地圖 但是他比黑牙好一點點 這邊是三片木區 至少有四五十分 雖然還沒到及格分數 但至少算是偏好圍的 就是比黑牙還算好圍 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邊拉起來 拉起來 果子氣手 這邊再拉過來 這邊 這樣就圍好了 這個大圍就這麼簡單 小圍的話可能要圍更多 所以待會 哥德爾有可能會先下棒棒 然後直接前壓 但這邊如果這個時間點 才下均嬴的話 可能有點太慢了 就要思考不要去打這個棒棒 或是直接打刺頭也可以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火子直接用這個木牆 稍微防守 那如果工兵來的話可能就要棄手 好這邊可能要下射箭場 好下的是馬舅 那越南人這邊也是馬舅開局 兩邊都是馬舅開 那因為黑拉這邊一上封建時代 就點了一級農一級木 最近我看了黑拉的RP 他都是處於一個 有這個經濟加成的文明 才會去點這個 一級農田 例如什麼西西里亞 波蘭之類的文明 去點一級農 那大部分時候還是會先點一級木就是了 那黑拉蠻少見的 會一級農也一起點下 越南人這次的加強 可能連讓黑拉也很有感吧 所以黑拉這邊也是補下一級農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木區五個人在挖 上方也是 這邊是六個人 十一人 那最近阿拉伯的頂尖玩家的配置 都是十二木開 十二木雙把牧場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是五金 然後其他人都全部種田 這樣就很快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那這個配置來說 我覺得要去記一下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 我很少在講這個配置 所以讓一些觀眾 會覺得自己玩巧 跟頂尖高什麼玩的 這個感覺會完全不一樣 就有一種 我跟他玩的是同一款遊戲嗎 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配置 在封建時代還是稍微講一下好了 不然這個要記 其實要花蠻多時間去詳記的 不管你要是要練 記怎麼維加或是要記配置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幫助 稍微解說一下 長期下來看久了 就知道該怎麼打 這邊兵工廠沒有蓋好 直接衝進去爆打一波 這個村民會有點危險 趕快後續補一下 這邊走進來 但本來就可以走進來 上面就已經沒有維號 兩隻槍兵過來 能夠救到這一隻嗎 這裡要硬砍了 完蛋 好 這邊看到兩隻槍兵直接弄爆了 長槍兵 OK 那目前看到兩隻刺猴 可能會直接被收掉 因為都殘血了 好 這邊圍一下 三方刺猴再補過來 好 採礦人地補下去了 這邊直接先補了四金 那補金放的時間點 大約是你有撒了一圈田之後 大約十片到十二片之間 就可以去補黃金了 因為這個田料 差不多就可以點到這個城堡時代了 再包含吃果子的這個肉量 只要你沒有再繼續按刺猴的話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差不多可以點了 大家再等一分鐘就可以點 好 那赫亞這邊 則是補下更多的農田 十三片田 然後黃金還沒有開始挖 喔有開始挖了 OK 兩個人先去補了黃金 那哥德人這邊可以考慮 先去補一個市集 因為他現在挖金的人偏多 八人挖金 這邊是有可能要轉騎士 或弓兵的一個局面 城堡時代的 那現在暴王金可能會再多挖個130黃金 那這邊多下個市集 補一下家裡 然後或者是買賣一波上去 會更順暢一點 好這邊是補一個兵工場 那市集就補一下了 好 農田再繼續補 哇這補這麼多 肯定是要打騎士了 OK 這邊稍微防守下 只用槍兵打 這隻槍兵走進來 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看一下配置如何 就會大概預測到哥德人待會再開局 那這邊長槍兵走進來 可以獲取到非常多的資訊 看到這麼多田 越南這邊 就會覺得 哥德一定是會來打這個騎士 待會還會再補一個馬舟 雙馬舟開始爆騎士 那越南這邊可能就要想一下自己要打什麼 因為打騎兵的話 雖然城堡時代也有騎士可以打 那兩邊都打騎士的狀況下 其實藏不到任何甜頭 可能一到達這個城堡時代 要先下一個修道院 但是其實哥德這個配置 也有可能轉攻兵的 也不是完全說一定就是騎士開 但是以正常的觀念來說 這麼多農田打騎士的可能性是偏高的 好 那 越南人這邊是打了射箭場 確實打射箭場對越南的文明特性 會比較有幫助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OK 那哥德果然是打了雙馬就 爆騎士的一個潛壓組合 好 這時候可能有一些觀眾會說 那個哥德拿手才可以打步兵喔 那步兵這個單位呢 算是哥德人主力喔 但是城堡初期打步兵 很容易被對方的弓箭手給壓制喔 因為 因為步兵的屬性 本來就是打不太贏弓箭手的 除了這個哥德威隊出來喔 才有可能壓制喔 所以哥德拿通常是蓋完城堡之後 點下無政府狀態喔 就可以考慮去點這個 哥德威隊出來擋 好 那補下兩個馬就之後 再下了一個修道院 要來爭奪一下生物的產出 這邊沒有為死 有點尷尬 被對方遛了一波刺頭進來 其實這蠻不應該的喔 最近天空手也是一直有這個洞 但是他最近有在加強把自己加圍死 那個加沒有圍死喔 一被漏進來就會很難受 而且還會被對方看觀家裡的資訊 例如配置啊 有沒有開TC啊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堡前期的資訊 如果有這些資訊的話 HEA這邊就可以掌握自己要該用什麼策略 加以反制喔 好這邊看到開城堂中心 沒有來一個 城堡初期挖石頭蓋城堡 然後出各的位對潛壓的打法 那他這邊就很安心開始農了 好那越南這邊也補下了自己輪軸技術 還有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這邊可以再考慮補一下 先點一下二級色再說 為什麼這時候要點二級農員 是因為第一片條已經快吃完 你看這邊農田只剩二三了 其實這時候補下二級農的話 可以讓第二輪的輪根喔 可以更順暢一點 肉類或許更多 應該說是更划算一點 好這邊赤頭出了蠻多時間 攻畢這邊走進去 稍微小打小鬧 左側補一個四級 農田要吃完了黑拉 但這邊應該是不會有空去逛的 好但這邊很好喔 黑拉這邊沒有繼續灑農田 吃完的農田直接去旁邊的農田復根 OK看到沒有田還是主動灑了一片田 二級農要補嗎 我覺得越南人現在補二級農二級木喔 算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就是打這個黑拉的二農二木3TC打法 越南人也是蠻適合的 但這邊木頭點太多了 可能稍微買賣一下 賣一堆木頭啊然後直接去灑農田 或是直接灑農田然後等肉起來 再去補下二級農就可以了 那個哥德現在是騎士打法的關係喔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他還是比較有壓制力的 雖然現在出馬弓喔 馬弓出來還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成型 大概要到二十幾隻的馬弓 打這個騎士才會比較有威懾力 騎士才不會一直壓在家裡打 所以這個時間點 這個哥德人要先想辦法 穩住外面喔 讓對方沒有辦法一直用這個馬弓騎兵喔 打到家裡喔 然後在家裡農出更多的經濟狼 現在是哥德人的一個策略 那這邊石頭有開始挖了喔 那待會石頭第一棟城堡 可以考慮下這個位置喔 金礦處先空下來 那待會城堡可以再考慮 蓋在這個位置喔 或是蓋在這個高地也可以 但這個有點相近的話 如果是蓋在這邊的話 就要想一下第二棟城堡 要不要蓋在其他的位置喔 例如前線的位置 這個地方其實還蠻不錯的 也是高地 當然如果哥德人要打兇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把城堡直接插在這個位置 插在門口 直接控你的城堡中心還有農田 好 馬弓現在數量只有五隻 加後面四隻出來九隻 好 稍微反擊一下 這邊鑽洞也沒有成功 看看是要下方 奴炮出來 來 好 稍微貫穿一下 奴炮直接把圖書給逼走 這時候看到黑爪已經點下了耕種技術 還有這個 皮甲 工兵皮甲科技 工兵護甲 好 結果城堡蓋在前線的位置 但不是蓋在這邊 而是偏正面 正面的話可以封鎖住越南出兵的路徑 而且這邊奴炮出這麼多 其實也蠻不錯的 打馬弓確實還可以 但是就是缺點追不到 要防守家裡的話 可能還是要出一些戰毛病的 或是騎士 或是三旅去防守 會比較能夠追得上馬弓 卡卡亞這邊沒有一直想要去弄對方 反正是很專心的 再把自己經濟農起來 這邊有個洞喔 這邊看要不要找個機會再補一下 好 跟著這時候點一下一級靈甲 還有城鎮六旺 增加一下視野 好 這邊想要靠近一點點再招翔 好 這裡有機會招到一村 第二村也招到 好 現在招到的村民直接蓋房子 想要堵住村民的敘路 太狠了 HART 太猛了 這邊直接滴 滴 滴 滴房子跑掉 騎士趕快追上去 盧炮本來想要串燒一波 但這邊反應蠻快速的 趕快即死草禮 這邊才沒有浪成大禍 好 這邊輕騎兵 不是輕騎兵 赤猴直接拆掉了三台盧炮 非常賺 騎士直接追到上方 這個洞直接門戶大開 讓哥德倫有機會 在城鎮中心下面 擊殺幾隻村民 好 但是 黑辣沒有想要讓對方騎士逃離 哇 這隻騎士直接卡在牧牆上 太狠了 直接卡死 OK 生女馬弓直接地先過來援助 好 招到了騎士 砍掉 好 那其實這邊還是有開的狀況 所以待會可能這裡還要再補一下房子或圍牆 不然這邊待會 哥德人低掉房子跟牧牆 待會還是可以直接衝進去 好 那有城堡之後 開始打出了自己的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的體質 初始是有10攻的 跟騎士是一樣 但血量來說是比騎士少了一倍 因為一般的有品種騎士是120滴血 但哥德衛隊這個造價成本 是比騎士還要便宜五折的 至少比騎士便宜大概六五折吧 大概四折 三四折吧 兩次我不是六五折 所以長期打下來的話 大量哥德衛隊數量一多還是能打贏騎士的 所以不要覺得說 騎士一定是屌康哥德衛隊的 只要哥德衛隊數量夠多 傷害也起來的話 還是能打贏的 有點像是老鷹的存在 老鷹這個單位也是這樣子 雖然單挑來說打不贏騎士 但數量很多的情況下還是OK的 好 城堡果然直接連環插到了 城鎮中心附近的農田 黑拉這邊是決定要點下地獄士帶 開始蓋城堡來反制 待會城堡可能會補在比較偏遠的位置 不過蓋這個位置感覺還不錯 直接開餐還可以守住金礦跟城鎮中心 好 底下無政府狀態 哥德人已經點出自己的精華了 好 補下兩個軍營 開始要來產哥德衛隊 危機率也補下 好 那目前越南人要擋住哥德衛隊有點麻煩 先拉了幾隻 刺頭薰後方先擊殺對方的生侶 生侶直接倒掉了三隻 第四隻能打掉嗎?可以 第五隻有機會嗎?沒有 好 騎士再過來 第一時間也是攻擊的生侶 這樣哥德衛隊打馬功太痛了 雖然現在馬功騎兵有80滴血 重裝馬功是92滴 差了12滴 但是雖然有這個血量加成 還是凱姆泰住哥德衛隊的傷害 哥德衛隊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遠防高 所以越南這邊被逼喔 一定要出一點騎士來擋 他能擋住哥德衛隊的一個衝鋒承認中心的一個打法 好 最後蓋在這邊城堡的則是 哥德人帕特 這邊也要來結...延續寶吹 加至黑拉這邊沒辦法升到帝龍斯袋 但還好他已經點下了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蓋在後方的位置 好 蓋 原來早就蓋了 在這個左邊 好 那這塊金礦被控的話 他這邊唯一的金礦只剩下... 欸 沒人耶 挖完了 好險右邊還有在挖 他這邊遛了一堆村民喔 在外面先拖襪起來 好 點下印刷技術之後 趕快要升一下巨型頭司機 下方這塊金礦 然後再蓋洞城堡 先來搶回來 不然他這邊會有生命的危險 這邊再被斷金的話 右邊就爆炸了 所以這塊金是黑拉很想要的 趕快躲回來 好 蓋著這邊點下了地極色 還有長槍兵的山極 這時間點看到對方上到帝龍斯袋 還沒有想要去...農上去嗎 本來是在潘科技 好 黑拉這邊是果然補下一棟城堡 但不是在高地處喔 蓋的位置比較保守一些些 好 蓋的位置直接走進農田 這邊造個一波 好 直接爆炸 馬弓怎麼射的都是一滴血 好難受 但是還好 後面有騎士喔 終於解掉了 好 那這邊爆了非常多的騎士 到了哥的家裡 但是防禦還沒有點滿的關係 被承認中心射還是蠻痛的 現在騎士防禦是三防 承認中心射五攻 5加1 好 騎士直接開砍 但是這邊大量長槍兵走過來 好 擋住了這一波黑拉的騎士爆 那這一波送的有點多喔 這一波打起來黑拉並沒有賺喔 反正是虧的 那目前是哈特這邊存一出 136吋領先 黑拉122吋 但這一塊金礦拿下來 算是黑拉的救命金喔 待會應該還能再繼續打 那這邊應該要思考的是 現在要打什麼兵走 因為現在繼續打馬攻的話 雖然可以放風箏哥德爾 衛隊喔 但是沒有辦法長時間打贏 而且是需要一直控兵的狀況 所以越南人這邊可以考慮出點 大象或是騎士都可以喔 但一樣沒有三級攻的關係喔 所以還是要搭配一些其他的東西喔 例如成甲攻兵 在後方繼續輸出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馬攻打城堂兵效果非常好 好 這裡的城堡可能不妙 大軍直接壓到了城鎮中心旁的城堡下 這一波交換感覺會很虧喔 OK 那這一波看起來沒有問題 順利的擋了下來 這邊黑拉一直用招想方式去防守 這個真不是一般人能打出來的戰術 跟防守方法 手速要非常快速 而且還要及時的去控身旅 躲到城鎮中心靈 好 這邊要來拆除城堡了 好 這邊要來拆除城堡了 好 哥德爾這時候點下了帝龍死蛋 還有二級攻 好 左邊居然開始插血劍塔 先把越南插劍塔來開始搞墓區喔 因為他們剛剛在共享墓區 直接連環塔 把這個劍塔插入到了哥德的領地裡 哥德爾一升到帝龍死蛋 先升的是疾病的升級 那黑拉正面開始升級二級防 二級馬卡 那這種裝騎士要補不下嗎 還是要直接鬼轉大象 當然轉大象的話有疾病 其實不太好逃跑的 如果是騎士的話至少還有點 這個跑速在 好 那越南人這邊點一下化學 要來增加一下弓兵的傷害 我還點一下重裝馬弓和拇指環 看來還是要繼續走馬弓路線 好 騎士到處騷擾 越南的巨型遊戲開始在拆掉了其他的城堡 這兩個連環塔也是硬生生的被手撕掉了 好 越南補下三弓 好 十三弓 二弓 好 這邊勝率直接爆招強一波 六隻勝率連擊兵都招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好 招完之後在後方直接幫單位做補血 讓自己的單位能多砍一刀 撕一刀 有這個射程優勢 要趕快好好把握一下 但這邊還是被貼了上來 雖然現在有拇指環 但是還是被打得有點痛 92滴血的馬弓 彈度不錯不錯 各的衛隊也是打得有點頭痛 好 右邊這邊石頭要來挖 應該兩邊會有碰撞喔 好 結果這邊直接打出了... 對彈 我不知道講什麼 呵呵 我以為他打GG了 結果不是啦 好 哥德人這邊點下哥德金瑞的升級 馬弓這麼多還是需要哥德衛隊喔 來擋一下比較好 那越南這邊則是打青騎兵 青騎兵戰術打村民效果還是可以的 好 這時候怎麼不下二級農 哇 這個時間點稍微晚了一些些 但至少都補了 哥德這邊則是連二級木都沒有 緊急有夠慘 他可能沒意識到 好 更多的青騎兵走進來 越南人現在要防下來是更困難的 好 哥德衛隊直接打爆了這些青騎兵 正面部分青騎兵也直接上去靠了這些巨型投司機 巨型投司機也在互拆 馬弓繼續射擊前線的步兵單位 我覺得哥德有點不太妙欸 即使現在出更多的哥德衛隊跟擊兵 他的經濟力真的是跟不上 沒有手推車也沒有二級農二級木 哥德人真的是不農的話很難產出大量的軍隊 這個感覺HART太專注前壓的關係 城堡一直連環插過去 但經濟沒什麼在顧 結果後面直接被對方越南青騎兵移爆 哥德衛隊擋不住之外 家裡聰明也是被弄得一團糟 好慘好慘 好 這時候總是受不了答出了 GG 只有石頭贏了一些哥德 沒意外沒有手推車跟二級農二級木 就是差這麼多這個經濟 沒有辦法 如果哥德這一場有好好農上去 手推車二級農二級木 都有順利點好的話 待會這個時間點 再大量爆兵回去 可能打贏HERA機率就會比較高一些些 當然配兵組成現在這個打法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遇到這種HERA的玩家 就會有點難受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